第48题 48-49是题组 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48-49题 小兰和小雅及一个电磷位于同一直线上 小兰和电磷相距35公尺 小雅和小兰相距175公尺 当电磷震动发生时 使空气分子形成疏密相间的坡 若空气分子相邻两个密布与密布间的距离为0.5公尺 如下图所示 已知当时无风 且空气中的深数为每秒350公尺 第48题是问我们说 此电磷每秒震动多少次 电磷每秒震动的次数就是频率 所以这题在求频率 从前面所给的数据当中我们晓得 它的速度是每秒350公尺 而所谓的相邻两密布间的距离就是所谓的坡长 所以坡长是35公尺 我们知道所谓的坡数的计算 V是等于F乘以Lambda 所以我们的坡数是350公尺 我们的频率不晓得 我们的坡长是0.5 所以呢 频率就是350除以0.5 答案叫做700 700赫兹 所以呢我们的频率就是700赫 所以第48题问我们说 此电磷每秒震动多少次 我们答案选的是C 700赫 好